6月28号在喜迎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华旦之际 大连旅圣口区筹建的占地面积600余平方米的 双岛湾街道胡家村东北地区第一个农村基层党组织展馆 顺利落成对外开放 展馆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开展党型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又提供了一个重要阵地 位于大连旅圣双岛湾街道胡家村的 东北地区第一个农村基层党组织展馆 按照功能整体划分为主展馆 主题宣誓广场和静思亭微景观三部分 主展馆以胡家村党支部建立及带领农工群众创办业校 开展革命斗争 培养农工运动骨干的历史回顾展示为主线 划分为五大单元展区 服役革命斗争时期居武陈列 改革开放后取得的成就及村庄规划展望等展示内容 生动再现了胡家村党支部的建立 发展壮大过程 胡家村党支部是东北地区第一个成立的农村基层党组织 成立于1927年5月 在当时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在农村地区开展党的工作是异常艰险的 他们从培养骨干发展党员到建立党支部 在这个过程中陆续开展了抗捐抗碎斗争 组织炎业工人大罢工等运动 为反对剥削改善人民生活做出了艰苦的斗争 成为大连地区农民革命斗争的一个亮点 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时资料的记载 1927年5月成立的旅顺胡家村支部 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农村基层党组织 虽然仅存在一年多 但在东北甚至全国党史中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培养农工运动骨干 开展农村革命运动中 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